其实处理思觉失调的治疗方法都有很多种 当中最主要的是药物治疗和心理资家的治疗 其实最终都希望可以照顾到患者多方面的需要 药物治疗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最基本的角色 它一方面能够有效地去减退因为思觉失调所带来的一些症状 例如幻觉和网上 并且可以减少症状所带来的一些不安和困扰 另外也有一个很重要的药物的一个作用 就是去预防复发 最后有一部分的药物都可以帮助到认知能力的改善 一般来说大部分的药物都是透过挑战脑部的多巴胺来发挽效果的 第一代治疗思觉失调的药物就是大概在50年代那时研究出来 我们称之为旧药或者是典型的抗精神病的药物 另外去到90年代也都研究出第二代的非典型抗精神病的药物 或者称之为新药 其实新药和旧药最大的分别就在于药物的副作用 很多研究都指出两者的药效其实大致相同 药物的治疗除了有口服之外也有注射的配方 口服的配方一般来说都比较多些选择 还有药的剂量都比较容易调节 注射配方药效一般都可以维持比较长的时间 主要是针对服药有困难或者比较经常忘记吃药的患者 另外注射配方也都可以比较直接给身体去吸收 一般然而药物的副作用多数都是服药突起的时候会产生的 当然不同的患者也都可能会有不同的种类或者不同程度的副作用 最常见的副作用也都是典型抗精神病药比较常见的 就是手脚震动或者是面部肢体的僵硬 很多时候医生都会去调节药物的份量 或者是用其他的药物来舒缓这些副作用 用药之后无计之后有病症所带来的一些紧张不安或者睡眠问题 都会很快得到改善 另外服药之后几天或者几周不等 其他的消息失调的症状例如幻觉、网上都可以逐渐得到减退 但是有一些症状例如缺乏动力、表情、平板等 就可能需要一至两年才会得到改善 患者和家人可以内心进行治疗的过程 药物的剂量和种类都会因为患者的病症或者副作用来作出慢慢的调治 最终都希望找到一个最适合的药物的种类和剂量给到病者 大部分的病人大概八成的患者 内心地接受资料的程序慢慢都可以康复过来 除了原物治疗之外 心理社交资料在资料的过程当中都是扮演出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不同的专业人员 例如社工、护士等等 安排患者的不同的需要来设计出各种介入的方法 可能会作出一些个人的互动 或者以小组的互动形式来提升患者心理、社交、疾病处理等各方面的能力 例如增强自信心、改善和交往的能力等等 一般来说大部分的患者都是可以在社区当中去接受资料的 而至上患者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有充足的能力可以协助患者去康复的 因为我们去选择理解患者的感受 从旁去支持和鼓励他们 最终患者很有动力地走上一条空腹的道路 好的 好